158 新報 美馬里蘭州槍擊三死一傷 2015年7月9日國際新聞A08開槍宿舍 新報8日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士週二七日 深夜發生嚴重槍擊事件 兩名槍手在馬里蘭大學附近街道的一群人開槍宿舍 造成三人死亡和一人受傷 警方發表聲明指出,槍擊案發生在晚上十一時前不久 兩名槍手分別從兩輛小巴下車,然後開始向人群開槍 一名男子被證實當場死亡 另外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送院搶救後不治 被槍手開槍還有一名女子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呼籲區內人士提高警惕 涉判槍手正遭警方追捕歸案 請往這名一聲 類別的一位 從頭都發生在訊 Harm zu wiele 手裁 好 再三位 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